悟空竟然阻止笔克前去营救孙悟范 面对惨叫声一点都不关心孙悟范的死活 唯独笔克的脸色因为关心孙悟范都绿了 到底谁才是孙悟范的亲爹现在一目两难 就在刚才悟空没有施展界王权 同样也没有凝聚元气带 就主动向沙鲁投降认输了 甚至还把一颗仙斗给了沙鲁 随后就拍出孙悟范代替自己上场 这不就是妥妥地坑自己的儿子吗 只见沙鲁放出大波不断地攻击孙悟范 随后沙鲁一个闪现从背后挥出一拳 紧接着又是一脚踢中孙悟范 再次攻击时却被躲开 然而一切都在沙鲁的掌握之中 孙悟范全程都在被沙鲁殴打 身影狠狠地砸入大山之中 最终整座大山将孙悟范掩埋 远处的比克看到这一幕身体微微颤抖 所有人中只有比克真正地关心孙悟范 反倒是悟空不但一脸平静 还夸赞沙鲁打得好 随后悟空更是喊话沙鲁 吐槽沙鲁是没有吃饭吗 让沙鲁下手狠点不用手下留情 就在这时石头堆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孙悟范爆发惊人的气息站了起来 随后孙悟范来到沙鲁的面前 看着身材矮小的孙悟范完全没有威胁 于是沙鲁露出了一副藐视的神情 随后沙鲁突然对孙悟范出手 紧接着又是一招肘击 孙悟范一个照面就被沙鲁狠狠踩在脚下 克林健壮让悟空赶紧出手去营救悟范 可没想到悟空依然不动于衷 还夸赞沙鲁打得好打的妙 就在这时沙鲁直接把孙悟范拎了起来 随后对着孙悟范就是一顿毒打 越打越爽的沙鲁一声怒吼将孙悟范轰飞 又一座大山被飞来的孙悟范撞毁了 这时远处观战的记者都看不下去 让撒旦出手将可恶的沙鲁打败 听到让自己上场撒旦瞬间慌了 于是撒旦又开始了自己粗劣的表演 称自己的肚子痛得难受无法出手 就在这时沙鲁继续朝着孙悟范冲去 只见孙悟范飞到高空随后一个暴起 冲上来的沙鲁反而被一脚踢倒在地 但是对于沙鲁来说 这种程度的攻击不通不雅 这时沙鲁朝着孙悟范放出一道光线 克林看到这个招数无比的熟悉 正是弗利萨杀死贝吉塔的招数 只见沙鲁的攻击越来越密集 但是都被孙悟范一一躲开了 可没想到沙鲁突然来了个死亡拥抱 来不及反应的孙悟范直接被抓住 孙悟范的惨叫声立马传遍了四周 看着孙悟范一副痛苦的模样 此时的沙鲁无比的享受 远处的比克看到这一幕恨不得冲上去 就连撒旦看到未来的女婿惨遭折磨 也是一副无比紧张的模样 这时比克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 随后吐槽悟空不配做悟范的父亲 自己现在要去拯救自己的儿子 可没想到悟空不去救就算了 竟然还开口阻止比克去营救 紧接着悟空还露出一副高兴的表情 对孙悟范的惨叫声丝毫不担心 远处的贝吉塔都不敢相信 孙悟范真的是悟空的儿子吗 就在这时孙悟范的惨叫声继续传来 就连沙鲁都吐槽悟空往为人府 自己的儿子如此惨叫竟然都没有来营救 就在这时比克愤怒地说出悟空错了 坦言悟范并不像悟空一样好战 对于悟空的想法悟范更是一点都不知道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比克更像是轻跌 清楚地知道孙悟范内心想的是什么 这一刻悟空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于是悟空让克林给自己一颗仙道 可就在这时孙悟范扛不住 被沙鲁连续折磨了三分钟后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的克林愣住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把仙道交给悟空 以至于沙鲁突然来到克林的面前 但是沙鲁知道克林祭天法力无边的定律 所以没有杀死克林而是抢走了仙道 随后沙鲁又回到孙悟范的面前 沙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孙悟范生气 从而引出孙悟范体内更强的力量 可见贝极塔的细胞对沙鲁影响有多大 但凡沙鲁体内也有大特的细胞 现在的孙悟范已经被杀死了 可就在这时16号突然扑向沙鲁 这一次轮到沙鲁体验死亡拥抱 只见16号将沙鲁稍微地举起 这样一来沙鲁就没有支撑点 即便实力再强大也无法挣脱束缚 然而16号这样做的目的 是因为自己体内有一颗炸弹 所以16号打算和沙鲁同归于尽 听到这话的撒旦急忙躲起来 并且让自己的三位弟子给自己掩护 奈何都过了一分钟了 16号都没有爆炸 这一幕让16号感到无比的疑惑 这时克林站出来告诉16号 布马在帮你修复的时候 顺便把体内的炸弹取了出来 听到这话的沙鲁瞬间露出了笑容 吐槽16号的这次失散了 下一秒沙鲁就放出一个大波 16号的身体瞬间变得支离破碎